有时朋友一直问 这个罗汉松做成云塔的时候 是怎么样去定位 像我这些的话就是用铝线 像这种的话是1.0的铝线 以后的话是根据这个铝线慢慢去巡摇 绑定每一个机条 就是有距离 机条跟机条今天的话一定有保持有距离 这样几的话捆绑出来 有时你看现在这些的话 机条是比较紧张的 比较短的 只有等它长长出来才到这个位置 实际上的话 现在定位的话只能是两机条 像这种的话我们是定出来 因为前面很嫩 这个机条的话是直接可以这样烧进来的 烧到里面 让它的话这个云塔更加的饱满 同样是定位的 到时候的话我们同样要拆开 拆开以后像这种机条的话 我们藏了以后还要去捡进去 让整个的云塔变得更加的饱满 更加好看 同样有时的话是没有做的 因为每个机条有时的话像这种的话 我们是先养机条 像每个机条顶端的话我们都是打了顶 打了顶然后的话就等它生长以后才去做 并不是说统一的去做 甚至有的话是机权剪了以后还没有 用以线去挂也没有定位 很多的机条像这种毛树的机条的话就是往上翘的 所以说的话就是要这个机条做成平衡的去做 才能够更好看 我们看整个的树形的话它是往上走 树上的话有必要的话就是要挂起来 像后面这些的话 我们是打顶了 打顶了以后它长出来这个气芽 如果说你不打顶的话就是要等它长长以后转起来 整个的树这个机条的话转起来才能够去做 我们为了赏识的话就是剪掉它 剪掉它然后的话就让它长出新的芽点 像这个椅子一样 树上的话现在的话是等它养机条 然后的话一起做 包括顶端 顶端的话之前我们是修剪过的 同样的话现在冒出了侧芽 也是等待用雨线来定位来做 来看一下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关注 一起来聊聊